武漢危险的情侯和民众不够出門路有,目前已经连续21天没有团执本土的病例。 本来,广告业者已经做好准备,希望能够真正的严格路有。 在广告业的8关几下,目前有100块经业者来享用安心路下认证, 并且也推出以后政管的友会方案。 广告广告小业安心路下认证,希望高丽兵将来南道馆观光路有。 虚眼的疫情发展五个月,南道馆的工业更做得很好, 为了要准备UK前来路有,提供安心路索的环境, 关乎观光处推出安心路索的人员。 所以我们南投县率先来启动这个旅游业的一个心脏活动, 所以我们由我们观光处来规划一个安心旅游。 就是要让所有的全国的观光客到南投县来做旅游, 让它安心的来住宿,安心的做旅游,做活动。 要如何提供UK安心的大幅环境, 为定幅、入大、工业工作。 一直有环境的消毒,每一项都严重的要求。 旅游呢,它就是需要所有的旅游都做一个实名制的一个登记。 那旅游必须要填写所有的资料, 然后以及去确认它是不是居家检疫中, 或者是居家隔离中,或者是有没有发烧的情况。 安心旅游的认证的业者,她会在旅客退房后, 做房屋的清洁,入门前先把把手做一个消毒。 只要经过严家的心疾, 管府就会发放安心路上的认证。 不然国省乡人爱乡国有一间通过, 管府请主来办法证实。 目前已经有100多家来响应。 我相信这样啊,能够在这个新冠状疫情中啊, 能够继续的让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位, 来继续的活跃起来。 让大家能够继续到南投县来做旅游观光, 让他们住的安心,出的安心,快乐的旅游。 仅仅没有亲切的来到,还有国际和书节。 管内观光业退出邮会的方案, 为了辛苦的妈妈和以后人员。 这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啊, 我们县政府啊,观光处呢, 我们为了响应这个母亲节啊, 在南投县的风景点里面啊, 我们在母亲节的当天啊, 都要免费让他们来做旅游。 在这边来祝我们全国的母亲, 大家母亲节快乐。 目前有百岗经业这些 相应安心流速的人情, 南投县好山好水好空气, 没有亲节的假日。 南投县的观光业已经做好准备, 要请大家走出好我, 享受大自然的空气。 继续欢迎观察和报道。